为你解决烦恼 实现梦想 齐齐俱乐部 冰箱 轻款轻轻 刚才雨滴 发现一只流浪猫咪 轻轻草地 都出了脚印 那是谁丢的挂屁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任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吵着棉花糖 你替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还没完呢 咪哑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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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 眼霜 试试效果 效果不错 用这种眼霜 看来非常有效 至于面膜 哪个更好呢 诶 有了 不如先放脸上试验一下 王子为了救出他的公主 勇敢地向城堡冲去 公主 我来救你 王子 你们放开 公主 忽然 王子的眼前出来一个大怪物 怪物长着两张脸 爷爷 两张脸什么样 那两张脸是这样挨在一起吗 我贴了两张面膜 对比一下效果 这 这回我知道什么是两张脸了 至于吗 有那么可怕吗 有那么可怕吗 双血人 没事 大概是电压不稳 是断电哪 吓了我一大丁 是断电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是面膜有问题吗 不是 是我的电脑没有存盘 那么有问题 都看什么就是平衡那些低费风 clicked 我 太难了 eig sé煉烈 坏 李鸦 你到底 american诶 你怎么样 嗯 你吃到鼻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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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女啊 工作不要那么辛苦嘛 不辛苦 昨天夜里 店一连断了八次 八次 八次 六 你住嘴 你住嘴 我是写了又写 写一点儿 断一次电 断一次电 写一点儿 我写一次 断一次 断一次 到最后 我的终极报告啊 那最后 我这个月的奖金就靠它了 断电又怕什么 我 手写 我 手写 抢金 我的抢金 我闺女 我一定要把断电的问题解决 好 爷爷 爷爷 宝贝 把那个 那个什么给我 那个什么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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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算了 给我拿点饮料来 饮料拿来啊 爸 您找着毛病没有啊 哦 听我多年的经验 很快 这个断电三个小时了 要不让我 年轻人又不会热死 我就不信了 好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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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以我多年的经验 家里彻底断电了 怎么搞的 连个电闸也修不好 爸 您别自责 自责 这我做错什么了 爸在说物业的人 说查不出断电的原因 哎 你们说什么呢 我是说物业的人还不如咱爸专业呢 那是当然 想当初 这整条胡同谁家的画匣子坏了 都是我给修好的 爸爸 您真牛 您妈就是因为这个才看上我的 爷爷 画匣子是什么呀 画匣子就是一个方方的盒子 里面有人在唱歌跳舞 这画匣子能看见跳舞吗 爸 您没事吧 对了 能看见跳舞的 那是电视 爸 您直接说画匣子就是收音机 不就行了吗 我是怕你们听不明白 哦 我知道了 是爷爷故意把画匣子弄坏的 是不是爷爷 这个 不许乱讲话 爸 你看 天这么热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去凉快一下 年轻人 要不会热死 妈妈 我热 宝贝中暑了 站住 老罗 老罗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你好久不来了 走 上屋里说说话 来 有话就在院子里说 怎么了 行 我这里没有好茶 行 我这里没有好茶 那个 你的屋子里比外边可热多了 前两天我进屋子里边差点被蒸成包子 宝贝 这么热 你怎么还敢冒 妈妈带我去肯德基吹空调 吹了一天 冷热交替 小心热伤风 你们去吹空调 怎么不叫我 请问桑拿减肥是这里吗 桑拿 莎莎 就是这里 来 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利用一下热资源来做生意 非常有效 我一礼拜见了母亲 真的有效 原来是他 原来是你弄的断电 断电找到原因了 爸 爸 爸 什么 感觉怎么样 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爱吃萝卜和青菜 蹦蹦跳跳真可爱 演得太棒了 但我不是兔子 我是狗 不要拿我和那种小不点相比 世界上还真有和你一样大的兔子 不信 不许骗小狗 好吧 我就来讲讲这世界头号兔王的故事 在英国有一家宠物店 名为兔子乐园 由女店主安妮特经营 她养的兔子中 有一只特别肥大 绝对有奇迹这么大 有16公斤 两年前 这只兔子才刚刚出生 它特别特别能吃 安妮特一看非常喜欢 就把它买了下来 并取名为罗伯特 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 罗伯特过着幸福的生活 和同伴们一起成长着 直到长成了现在的超级兔王 比它一起成长的同伴加起来还要重 当然了 它这食量也是超级的 和琪琪有得一拼 要是它这么长下去 可能会比房子还要大 我喜欢这只大兔子 我是琪琪兔 爸爸 罗伯特身体那么大 那它住哪儿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 我看哪只兔子 因为罗伯特长得太胖了 一般的兔舍疫情无法容身 只能在大号的狗舍里边凑合了 我打算继续讨厌兔子 你讨厌我吗 我最喜欢你的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大家知道吗 除了人类 植物也是要睡觉的 今天的崎岖大世界 就来说说植物的睡眠 金和花树的叶子 由许多小雨片组成 在白天 这些小雨片舒展又平坦 一到晚上 小雨片便会成双成对的折合关闭 三叶草 晚上它的叶子会闭合在一起 早上太阳升起时 便会伸展开 漫山遍野都是 很好看 有些花朵也需要睡眠 睡帘每到早晨 花瓣就会舒展开 在阳光下盛开得分外美丽 到了晚上 花瓣又会闭笼起来 因而得到睡帘的芳名 花儿的睡眠姿态也各不相同呢 蒲公英在入睡时 花瓣向上竖起 闭笼 看上去像一把小扫帚 胡萝卜的花则垂下来 像正在打瞌睡的小老头 植物为何会睡觉 科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有温度变化说 含水量变化说 光河作用停止说 看来还真是个谜呢 还有一点更神奇 有些植物和人一样 会睡午觉 到了中午 这些植物的气孔会关闭 光河作用明显下降 这时 它们就睡觉了 音乐 因为你不完整地 你不完整地 我又有没有 岳的 我去一个地方 我去一个地方 那里能让你开心笑一笑 我来的 我去一个地方 我去一个地方 它里能帮你把烦恼摔掉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和梦想拥抱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感到生活美好 巴拉欧一哟 巴拉欧一哟 人海世界比想象精彩 巴拉欧一哟 巴拉欧一哟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巴拉欧一哟 巴拉欧一哟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巴拉欧一哟 巴拉欧一哟 汲取大家庭 我们一起了开会 巴拉欧一哟 巴拉欧一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